陈主管 南风周莲 您大驾工里有什么事吗 我这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不知道今天总裁怎么了 非要检查你们卫生间 看你们十五楼的卫生间 打扫得不干净 副总挺生气的 还特意派人再去检查 如果再不干净的话 那可能就要靠你们 清洁部的奖金了 我这也是路 回来提醒一下 南风助理 我跟他们那是千交代万交代 让他们工作一定要认真努力 他们就是不听 南风助理你放心 我这就派人去打扫 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看你这人手好像不太够 是是是 我们一人负责一层楼 功能量可大了呢 不是有一个新来的清洁工 那你让他去打扫啊 新来了 我让他打扫大厅了 还就他工作量小一点 行 那我呀 这就让他去打扫去 你看 我这特意来告诉你 如果顾总知道 那肯定不高兴 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啊 南风助理 你放一百个心 你能来给我通风报信啊 我领你的人情 我肯定不会收手续的 你放心啊 那我先去忙了 你也继续 你继续忙 南风助理 你慢走啊 新来的啊 又在偷懒呢 那个去把十五层的卫生间给打扫了啊 主管你不是说我只负责大厅还有周围的卫生吗 怎么 那 推散阻私啊 不是 身为神鹿集团的一名员工 那工作必须得勤奋努力啊 就临时加派你个任务就办不到了 我不是这个 你这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 再说了 小夕啊 我呀 这也是给你机会多多表现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以后上升的空间也有 也比别人呢升职得快 是吧 那个主管 我们保洁部再往上升的话 就应该是主管了吧 您的意思是说准备培养我先 小夕 你工作第一天 野心可不小啊 不是您刚才说什么 升职空间大什么的 升到主管 你做忙去吧 本主管的实力 那是你能比的吗 工作去吧 不乏待快 利索点 干什么呢 小夕 饭盒 吃得比我还好吗 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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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不接电话呀 真是无气了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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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那顾总 您是不可以 省这个光了 我今天有事 改天吧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喂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救命啊 喂 有没有人啊 你 奶奶 回来了 今夕第一天上班 怎么样啊 他人呢 锦西没回来 没有啊 你们俩不是 日常在一起的吗 奇怪 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什么去哪儿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们俩吵架了 奶奶 我们没吵架 你这混小子 是你跟他吵架了吧 你们早晨出去的时候 不是还是好好的吗 奶奶您别激动 我们没吵架啊 我激什么动啊 你给我说实话 你干了什么 我没干什么呀 我就是让他 当了一下清洁工 体验了一下 我们公司员工的生活 我有错吗 什么 你让他当清洁工啊 他可是我们神龙集团 总裁的夫人 他不是个奇才怪呢 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 当他面啊 你要跟他承认错误 行了 奶奶 您别激动 我去找他还不行啊 你快点去 快点去呀 我告诉你 你要找不回来他啊 你也不要回来 老师娘 您您坐下 这孩子把我气死了 你说 他让锦西干什么清洁工啊 你看看本来两个人好好的 您先别着急 少爷一定会让少夫人 找回来的啊 也不知道锦西啊 现在怎么样了 这孩子可千万不要 出什么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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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娘好吃 尽菲 Luc 把劲拿来 我要打开就 这是给孩子的学费 这儿什么学你 学 CR 学圆 学有什么用啊 学有什么用啊 学 Senior的学拿来 我就想学了你 疯患 不要让爸爸 女神 女神 快小黑屋津 快 妈妈 孩子 你放开我 滚 放开 你快 你快 把枪拿来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这个何秦熙 不就是让你当个清洁工吗 怎么这么小气 难道想离家出走啊 清洁工 把清洁工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我 好 怎么 谁啊 这么讨厌啊 不要保险啊 我是顾锡城 是顾总啊 废话少说 好 我问你 你们部门有没有一个叫贺锦熙的 您说新来的那个清洁工啊 对 今天你让他干什么了 我没让他干什么呀 我就 让他打扫厕所 什么 什么 卫生间 我告诉你 程莎莎 以后全公司的卫生间都由你负责 信职 Hardware 许可 怎么办 快来 啊 别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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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锦锡 锦锡 proprietary 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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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锡 锦锡 你醒醒啊锦锡 锦锡